那现在来教大家怎么调整时间 那要调整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长按左上角按钮 那B一声之后数字开始闪烁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设定 那按右下角 就可以去调整它的数字 然后左下角可以切换各个要设定的部分 像这个是程式代码 那现在已经是TPE 也就是台湾台北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想要设定成其他程式的话 就是用右下角这颗按钮去做设定 那我们就是设定TPE台北时间 然后设定完成之后 你就按左上角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个别调整时间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你就是再切换 先换到下一个小时分钟 以此类推 然后像后面这一个呢 LT3 然后另外一个是LT1 那它代表的是可以设定照明持续的时间 那LT1的话就是1.5秒 然后LT3就是3秒 那你都设定好之后呢 就按左上角按钮 这样就完成了 那它这支手表的时间模式 它可以设定4个城市 那让你可以方便查看其他你想要知道的城市时间 那像现在这边呢 它是T1 这个就是会显示你居住地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用右下角去切换 这个T2 T3 T4 然后右上方这个数位子盘 那就是不管你切换到什么功能模式呢 它都会显示就是现在居住地的时间 像现在是12点56分左右 再切回来 就是差不多12点57分 就会跟上面的时间一样 然后左边这个地图呢 它是会显示手表画面上所显示时间的时区的区块 那像现在这个台北的时区 区块就是在这边 那我们切换到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NYC就是纽约 它就是UTC-5的时区 然后下一个伦敦LON 伦敦就是UTC世界标准时间的时区 区块就是在这里 然后下一个PAR就是巴黎 那它就是UTC加1的时区 那区块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来讲下一个功能 是世界时间 WT世界时间 那世界时间的话 总共有48个城市 那可以区分为31个时区 那说明书后面呢 都有城市代码表可以参考 在这个说明书的最后一页 那大家收到的时候 如果说要调整世界时间 都可以翻到最后面参考这个表格 那如果说你要切换城市的话 那就可以按右下角按钮 就会直接去做切换 那因为它的城市有48个还蛮多的 那你可以长按 那它就会加速的切换 然后当你切换到你需要的城市的时候 那你下次再跳回来 世界时间的时候 它就会常态的显示你刚刚所设定的这个城市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想要快速的将居住地 跟这个世界时间互换的话 那你就同时按住左上方跟右上方按钮 同时按住 那这个世界时间的部分就会变成台北 然后我们原本设定居住地时间 就会变成刚刚所设定的这个城市的时间了 那我们讲下一个功能 下一个功能是ALM闹铃功能 那它这只手表总共有五个闹铃 以及整点暴食 那只要按右下角就可以切换各组闹铃 像现在是第一组 这边会显示一 二三四五 最后这个呢就是整点暴食 那只要按左上角就可以开启或关闭 那现在按一下这边变OFF 就是关闭 再按一次变ON 那就是开启 那这里上面呢也会显示SIG 那SIG就是整点暴食的显示符号 那闹铃的话它可以设定每日闹铃或是一次闹铃 那一次闹铃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是第一组闹铃 然后这边呢会显示ON 那我们一样用左上角去开启或关闭 按一下就变OFF就是关闭 然后再按一次 它这里会显示E-ON 那就是一次闹铃的意思 那再按一次只有ON的话 就是每日闹铃 那如果说你要设定时间的话呢 就是长按左上角按钮 然后它数字开始闪烁 就可以做数字的调整 那像这边是小时 我们可以用右下角来调整数字 然后用左下角切换到分钟 然后一样右下角调整数字 那都调整完毕之后 就按左上角按钮 这样就完成闹铃的设定了 那再来我们讲下一个功能 下一个功能是TMR 就是倒数计时功能 那它可以设定一秒到最多24个小时 那我们就是长按左上角进入设定的画面 然后按左下角可以去切换 像这边是小时 然后再来是分钟 然后秒数 那一样用右下角来调整数字 那调整到你需要的数字 再按左上角 这样就完成设定了 那要开始倒数的话 我们就按右下角按钮 那它这边就会开始倒数 那如果说要暂停的话 也是按同一颗 那它就会暂停 那如果说你要重新开始计时的话 我们就是按完暂停之后 再按左上角按钮 那它就会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设定的时间 然后倒数计时的时间到了 它就会响铃 那你按任何一颗按钮都可以停止响铃 那再来我们讲下一个功能 下一个功能是STW 就是秒表功能 那它很简单 就是按右下角 它就会开始 然后停止的话 也是同一颗 然后要归零的话 就按左上角按钮 那再来我们讲下一个功能 下一个功能是按钮操作音的部分 那很多人会觉得按钮的声音呢 有点吵 那或是在某一些场合不适合发出声音 那这个功能就还蛮方便的 可以关闭声音 那通常按钮操作音的这个功能 在G-Shock手表里面会比较常见 但刚好这一只卡修的手表 有这个关闭的功能 那它就是在你任意一个模式下 然后我们长按左下角这颗按钮 长按之后呢 它这个上面就会显示Mute 就是静音的指示符号 然后这个时候按钮就没有声音了 但是呢 它其他像闹铃啊 或是整点暴时或倒数计时 会响铃的功能 是不会受这个按钮操作音的影响 就是时间到了 它还是会照样响铃 那今天呢 介绍了这只手表 那它在我们七彩年代的卖场内 搜寻E1346 就可以找到这只手表了 那它这只卡修的原厂型号是 AE1000WD-EAVDF 然后如果说大家对这只手表啊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询问我们 那我们都会回复大家 那或是说你有想看其他的商品介绍影片 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那请大家记得要帮我们按赞 订阅 然后打开小铃铛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